好乖呀 今天 我现在头发好油 等会得洗个澡了 洗了澡才能拍今天的视频 不然这太油了 看这头发好乱 是不是很炸 是的 跟馒头一样乱了 头发 今天这个视频就会在床上拍算了 就这样拍 看我媳妇 她今天要出去跟她的姐妹们去玩 对 跟她的姐妹出去玩 去哪里玩哪里 我们去龙福寺美术馆 美术馆的 就龙福寺那边现在重新修了 然后去看展啊 然后去吃吃饭啊 这样子 其实我们盛情邀请你参与了 但是你的热情并不高 没有啊 其实我也很想去好不好 那你来啊 但是我太累了 好不容易有一天休息 然后早上还要请那么早 然后还要出去 刚洗完澡了 然后现在头发舒服了很多 就是还没有吹完全干 呃我觉得真的是自己年纪大了 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 洗完澡 洗完头就都不吹 都还觉得特别酷 然后后来年纪大的发现 就是不吹的话 头会非常的疼 今天是星期天 然后现在已经11点了 呃 蓝蓝散散的起来了之后呢 就想着这周什么视频都没有去做 那么我今天呢就想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最近就是十十六这样一件事情 麦当劳的总成 可能有的同学不知道十十六是什么 那我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十十六就是早时到晚时 然后一周上六天班 然后只有周日是可以休息的 所以我只有周日有空去跟大家去聊一聊 那么刚才也说了就是其实年龄变大了之后 十十六呢 给你的整个的一个体验是会越来越糟的 我自己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加班 我觉得那种奋斗的感觉 自己成长的感觉非常好 但是到年纪大了之后 其实也并不是不想奋斗 其实就是身体某些地方就吃不消 早上十点到的话 我应该是八点多就要出发了 然后因为北京的整个交通情况非常的糟糕 所以得必须要早一点 那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差不多 虽然说十点钟是一个比较晚的一个时间 但是在北京的时候 那个时候车还是很多 可能大家都是要十十六 然后回家也得到十一点多才能回家 所以这就是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一天的时间全部被占用了 当然工作的时候是非常认真 就是非常仔细的去工作 但是一旦就是这个工作的这个镜头消失 当你下班的时候坐在车里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今天泻气了 然后一看时间已经将近十一点十二点了 然后你回到家就只想躺在家里 这种感觉其实是有点非常的累 但我觉得累可能还好一点 我觉得就像这个咖啡一样 就是让人觉得有点苦涩 所以当时间变长了之后呢 你就会觉得身体有一些累 然后心也很累 然后整个情绪会不太好 就是昨天晚上我周六嘛 就是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有点晚了十点钟左右 因为周六还是能稍微走得早一点 回到家了之后呢 然后我媳妇就带着馒头下去遛狗 然后她就让我去捡那个狗屎 然后我当时心情就非常的糟糕 我当然知道这不是她的问题 我也觉得我自己应该承担家里的一部分工作 因为我媳妇她相对来说 她的工作时间比我要自由一点 那我其实根本就就是我自己的原因 然后也是我情绪的原因 根本就不是她的问题 我当时就是觉得心里特别的烦躁 就是我上了一天班 回到家里还要去捡狗屎 其实这就是生活中很多的 就是你很多的开心不开心 特别是不开心这种情绪 很容易被就是一根稻草给 有可能你回到家里发现 什么快递送晚了呀 晚饭凉了呀 牛奶过期了呀 这种很小很小的事情就会把你压倒 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恐怖的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平时的时候 情绪都可以去调整好 就算有遇到一些挫折也会自我鼓励和安慰 但是确实当你的身体和心理 就是特别疲惫的时候 你很多的情绪是没办法控制的 这种控制不是靠你理智去控制的 而是我感觉就是大脑里面有什么东西就是失控了 就是这种你觉得自己也无法控制自己这种感觉 这个是昨天晚上我们做的蔬菜汤 这也是我的午饭 这个镜头好像有点高了 这就是我媳妇昨天晚上给我做的蔬菜牛肉汤 就是西红柿然后一些大白菜 还有些牛肉就是为了给我减肥用的 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低卡 看上去热量还蛮高的 就是比较适合我吃吧 这个三角架我买了应该有两周了 因为是放在家里就是常用的三角架 就非常的便宜300块钱左右吧 然后实在太忙了都没有来得及拆 就直接给它去确认收获了 所以去看看希望它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446对于人的情绪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就是你会在很多小的细节里面会体现 我觉得很多人脾气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慢慢的经过长期这种加班呀 这种脑力的工作啊体力的工作 然后在家里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就会很崩溃 比如说这种小的事情就让人觉得很烦 像我开了半天我都不知道这从哪里开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包的这么严实 包的我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去入手 这让我觉得非常的烦躁 我买这个是因为要做垂直的这种拍摄 所以买了一个家常的一个横轴 三角架很小 就是垂直拍摄了 然后把相机放到垂直 就可以去跟大家去写写画画呀 就会拍的比较好 可以放 但是我不确定能不能放啊 好了好了我们走了出去了 别再闹我了 走吧走吧 看看我们家楼下好多柿子啊 这个四十树好多呀 我觉得在我们家武汉那边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夸张的四十树 好的好的来了 走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长期的情绪消耗 其实对一个人对于外界的反应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可能你平时情绪比较好的时候啊 朋友之间呀 家人之间开个玩笑 说一说你啊 你可能觉得没什么 我就直接就忽略这样的消息就好了 但是如果长期的情绪的消耗和身体的消耗 你觉得很累 你大脑也觉得很累的时候 那比如说你会拉点床啊 或者是稍微拉胎一点啊 那你家人你的爱人会说你 你怎么又不起床 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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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可能中间一两个小的字在平时你觉得没有什么 开玩笑啊 撒下娇就完了 但是在这种非常消耗的情况下 你会觉得你是不是就来针对我 这个世界是不是就来针对我 你就恨不得就是要啊 这种要发疯的感觉 那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消耗自己的亲密关系的 其实你根本消耗不了就是远处的那些人 或者那些让你觉得很难受的人 你只会消耗你身边的人 不过好在就是我跟我媳妇还是可以沟通 我觉得我每次回家 我最想见到的就是他 就是能够跟他去随便开口去说一说 虽然有时候我们也会吵架 但是就是那种吵不起来的那种 我觉得每次说了一些相对来说 比较重一点的话重一点的词语之后 我觉得又尴尬又有点羞愧又有点懊悔 就是幸好他是我们可以去说通的 然后我们就去拥抱一下 我觉得每天还是能够小小的充一下电 觉得明天还是依旧可欺的感觉 这三两架把这个兵台弄下来了之后 就可以换那个横置的那个棍子了 换了棍子之后就可以去拍摄垂直的东西了 其实高度并不是很高啊 我觉得感觉加力比较小啊 会把这周围东西给打到 垂直的拍摄 这边可能需要加点什么东西 比较小的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